早上好,欢迎收看星周沙巴新闻。 Inno Cafe,一杯咖啡,一天好心情。 来关注今天头版新闻。 团结政府内的各联盟和政党将于下星期签署联合协约,确保联邦政府的运作顺畅及稳定。 公正党熟理主席拉菲兹说,国盟应停止造梦,别想来拉人祸推翻政府。 他相信,一旦签署了合作协约会更安全,人民也会更专注于在政府的表现。 他说,下周签署的协约将约束西蒙、国阵、沙拉越及沙巴政党,协约将涵盖这个政府使用的原则大纲。 拉菲兹也欲请国盟专注做好反对党的角色。 亚币市政厅成为东马首个建筑物内有5G网络覆盖的政府部门。 亚币市长拿都诺利查表示,设立在市政厅大楼前的室内首个5G网络多用途精明柱已完工及投入运作,网络覆盖范围为方圆一公里。 他指出,市政厅今年已收到与50份新建5G网络精明柱的申请,目前已批准其中21项,有7项已动工。 首长署助理部长拿都阿比丁表示,将确保设立州内首间接同临时庇护中心能如期运作,以解决亚币接头接同扰民的问题。 阿比丁指出,州政府已决定把市内Galaman Terry的废制政府建筑物改造成临时庇护中心。 相关工程已如火如荼进行中,希望能在年秒前运作。 他强调,庇护中心收容的目标是在街头游荡及扰民的街童或海巴窑孩童,并非要把市内所有海巴窑族人收容在内。 换个焦点 随着台湾取消入境隔离检疫措施,马航亚币台北往返直达航班终于复航。 首班来自台北的班机从桃园机场起飞,于周一晚上80飞抵亚币国际机场。 马航首席执行员一战伊斯迈表示,复航后的亚币台北往返直达航班为每周两次。 目前,连接亚币的其他国际直达航班包括韩国仁川、新加坡、马尼拉、斯里巴加湾和曼谷。 沙巴冠病单日确诊病例重新返回双位数,昨日新增79宗,写下过去5个月半以来新低。 昨日也是自10月11日以来,单日确诊首次低于100宗,呈阳率降至4.53%。 亚币的新例昨天减少至16宗,依然是全州最多,8813宗居次。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。